刚刚呢咱们在去学这个property属性的时候 咱们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咱们出现了这个私有属性了 对吧 我给大家那会儿也简单的写了个demo 私有属性的一大特点就是你创建完了这个对象之后 你通过那个对象的引用 是不是给你搞不定的 获取不了值啊 其实能获取 看着 我告诉你怎么化啊 class比方说叫test 一定类叫做object obg 他这里边呢 地府里有个属性啊 有个私有的属性 看清楚了 比方说叫做name self的name 等于name 前面少了什么了 12少了两个下回线 好了 test 老王 前面你有个走个东西指向他吧 比方说a 给你老王 a底下回线下回线内 你打死他 他也没有 但是呢 你a底下回线下回线 dict的时候 呀 多了个东西 这个地方是什么东西的 当咱们定义了一个私有属性的时候 为什么咱们在web用不了 因为python解释器悄悄的把这个哥们改了名字了 因此导致你用不了 C语言 不是C++里边有public private 我原来说过了 那就是公有 那就是私有的 一定是公有 一定是私有 但是python里边是不是根据两个下回线来区分啊 这不出现在扯了吗 对吧 所以说他是怎么还能实现 就让你找不到他的呢 给你一个假象的呢 原来把名字改了 他怎么改的名字呢 规律上 你的私有属性名叫什么 他就写什么 在他的前面加上一个类名 你的类名是什么 前面加上一个类名 然后在类名在前面再来个下回线 这种方式叫做名字重整 这种方式叫做名字重整 也就是说你看上去 你这个私有的属性 他之所以私有的原因 就在于他把名改了 你找不到 那同学们试试呗 A点下回线 pest下回线 下回线内幕 你竟然找到了 没错吧 其实是找得到了 听懂我意思了吧 然后这个地方要注意了 这叫名字重整 这叫名字重整 同学们 我估计咱们大家之前有疑惑 我用A点下回线下回线内幕取不到 但是A点下回线下回线内幕 反而我等一个 这个这个等于什么呢 等于叉叉叉叉叉叉 反而我能试试 因为试试到底 你让我取取出来 为什么能试试呢 你再看看 A点定字 是不是添加了一个新的 这个叫实力的私有属性 是不是叫下回线下回线内幕 是不是叉叉叉叉了吧 请问同学们 这个地方还叫私有的吗 不叫了 所谓的私有是什么呀 你在定义类的时候 你写的是两下先开除了 那么将来 他让你找不到的一个方式 是把名改了 但是你接下来 你再通过A点下回线下回线内幕 等一等等等的时候 实际上是添加了一个属性 听懂我意思了吧 这个属性是公有是私有 这没有公有私有之说 你听懂了吧 所谓的公有私有 核心是什么呀 你在类里边写的 将来他创建对象的时候 把名改了 这就叫私有 你如果没有两个下回线开头 他记下来你写的是什么 他就是什么 这就叫公有 听懂了吧 所谓公有和私有就是你能找得到还是找不到呀 那么他把名字给你冲整给你改了 好的吗 最后一个阶段 定义类的时候 如果有私有属性 那么将来生成的对象里边 咱们就不能直接用这个私有属性 一个处理方式是 他把名字给改了 改的一个原则是 写上下回线 写上当前类的名字 接下来再加上你当前的私有属性名 听懂了吧 那么导致了 你直接取出取出来 因为他把名改了 改成这个了 所以说你只能取这个 取这个他能取出来 但是为什么我取不出来的时候 但是我还为什么能给他设呀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取不出来 因为我没有这个名字 但是为什么我能设呀 是不是重新添加一个属性啊 你说这个道理吧 如果重新添加了属性里边 带到下回线的时候 这个东西还有公有私有之说吗 没了 反正就叫属性 通过下回线下回线 下回线下回线 这个哥们能够看到什么 能够检查一个对象里边的 所有属性 这样的属性全部检查了 那么如果我要是把大写的太死了点 下回线下回线 放在这 那这是检查的什么东西呢 请问这是不是检查的实力对象里边的东西 这是不是接下来检查的什么 类对象里边的属性呗 走你看看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有这么多东西 是不是有这么多东西 是不是有这么多了吧 其实这叫什么呀 这叫什么呀 这魔法的属性啊 请问说两个下回线开头 两个下回线开头 是不是都是魔法的东西啊 不都在这儿吗 你看看这儿 下回线下回线 冒号后面出现了个function 请问你猜 你猜出什么意思啊 我有一个变量名叫它 是不是指向了一个函数吧 我有一个变量名 它等于model model等于man 然后doc等于man 是不是当前这个类里边没有描述吧 也就是要懂吗 既然类也是个对象 当然可以查看一个对象里边的所有的属性了 依然可以查看 最后的结论是 没想到init的方法竟然怎么着 init的方法是不是就是一个变量名 变量名是不是指向了一个函数 现在能听得懂了吧 真的就验子这么一件事情 验子这么一件事情 好了那么这些东西分别又代表是什么含义呢 那么接下来就去研究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就有点差什么含书呢 來 好